我媽媽走了沒多久 去年的事情 然後我從小就是跟媽媽在一起生活 就是沒有爸爸 然後現在是後爸 但是對媽媽很好 所以就是我也把她當心爸一樣看 然後當時我入了派對 我其實那段時間上海蘇州來回跑 然後就是因為我媽不願意讓我在醫院待著 因為她覺得那個醫院病菌太多了 然後我抵抗力又特別差就趕我走 但是我不走 我每天都睡在醫院裡面 我也不敢離開 然後後來就趕我走 就去錄節目 結果就我還糾結那天 我說我應該不應該去 然後我去了之後 第二天就出事 趕回去之後 我沒有看到媽媽最後 好心疼 我覺得我們玩一個心理遊戲吧 來啊 來 我們在這兒玩吧 你在裡面 挑一個當你自己 那肯定是她呀 然後擺在這個空間裡的某一個地方 那就擺走 然後在裡面挑一個你媽媽 我媽媽 然後擺在這個空間裡的某一個位置 找一個現在的後爸 我爸也輸租租 擺著 你看啊 在整個的家庭的關係裡面 你跟媽媽是更靠近的 然後你是依附於你媽媽的 然後你看 你們三個 其實對未來和對人生的展望是一樣的 你們都在看一個方向 嗯 如果再讓你去調的話 你會怎麼調 我想這樣 這樣子 你還是 你現在失去的是一種保護的感覺 但是你媽媽 你看她的腳是這樣 包住著你 她是在保護著你的 對 因為就從小到大 能給我安全感 能唯一保護的人就是媽媽 所以 以下子失去這種東西的話 我會特別不習慣 而且 就是怎麼說呢 唯一僅有的東西 然後不可能看你誰 真的我也是當媽之後不能看這種東西 受不了 那如果 如果我把她 把她拿到這個位置的話 你會有什麼感覺